草鸣猪虫八鞋犬子猪标 见过永乐大帝 傅 傅皇 安 阿晨 咋了 堂堂永乐大帝咋说话不利索了 陛下 你要是知道 永乐的妙号直接从太宗改成明成祖 他怕是直接下晕过去了 窝草 瞎大哥 你坑我 让你明成祖 让你明成祖 傅皇 阿晨来了 嗨 大哥 虾大哥 你们怎么也在这 老四 等会父皇可能要教训你 你可千万不要跑啊 大哥 啥情况呀 这事 我没干嘛呀 永乐你别说了 你叫了我这么久的虾大哥 咱肯定不会坑你 等一会放宽心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卧槽 虾大哥 你到底干啥了 你不会跟父皇说了我以后的事情了吧 永乐大帝 你很有能耐啊 没想到这大名的龙椅 最终居然落到你身上 来 彪儿 咱一起参见未来的永乐大帝 父皇 阿 阿晨 行了 你别担心 父皇不是不讲理的人 人都到齐 混账小子 接着往下说 老四继位之后都干了啥 你家老四可是很厉害的 成为了皇帝之后 后世很多人都喜欢你家老四 加上他功绩确实厉害 于是就从太宗的庙号改成明成祖 好啊 老四 永乐大帝 咱就不跟你计较 跟咱红武大帝抢威风了 还明成祖 你怎么不把咱的明太祖也一起抢走啊 父皇 那不是我娶的 那个是后人 后人 不关我事啊 父皇 老四他不是故意的 是他的后人 哼 臭小子 要不是你大哥拦着 咱肯定要好好教训你 启禀陛下 皇后娘娘让你去后宫一趟 说是为国公就要到了 让您改准备准备 天得道了 好好好 行了 今天就问到这里 哪个瞎人 红鼠你到客栈去交给那些几衣位 然后就跟他们说 从今儿起 咱就不监视你了 省得你心中对我有抱怨 后面的是咱下次再聊 虾大哥 刚才你答应不会坑我 这后脚就把我卖掉了 我们之间的战友情呢 哎 永乐 多大点事 下次我保证绝对不会乱来 好了 虾大哥补偿你 带你去吃南洋美味 那个阿彪 你要不要一起啊 走啊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问你呢 老爷 我来接你回家了 虾大哥 你买新车了 哪有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 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这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 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 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妹子 妹子 咱来了 大哥 哈哈哈哈 天得 你小子 这身体看起来是越来越结实 咋了 是不是碰到什么名医 让你的被鞠给治好了 大哥说笑了 咱身后的这个被鞠 那些郎中都没有用 这不上一次大扫去府邸里面看我 给我带了硫磺灶 比那些苦涩的要汤好用多了 我拿去泡澡 一次能舒服好几天 不过就是太贵 八丈大小的硫磺灶需要三两银子 一般人还真用不起呢 啥 八丈大小就要卖三两银子 他奶奶的 这玩意真是挣钱啊 好在沈万三是给咱挣钱 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 谁说不使呢 百姓都是省吃俭用 才能买一块用来洗澡 想要洗手 还要朝廷免费分发 说是来抵御天花传染 好了 冲发 天等 都过来喝花茶 咱这一次是商谈寻妙锦的婚事 对对对 大嫂不说 咱都忘过了 大哥 不知道我家老二是嫁给哪位皇子 嘿嘿嘿 大嫂 大哥是不是出什么毛病了这事 他为什么会这样 好了 妙锦这次要嫁的不是皇子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等着 咱好歹是国公 让我闺女嫁给这么一个啥都没有的人 这几不是坏了大事 哎呀 哎呀 我气呀 当初我怎么就不问清楚再答应呢 哈哈 天得 怎么样 这个红绳你满意不 当初我上门给我家老四说轻 你死活不答应 如今妹子亲自说 好了 你说说你小子 怎么就答应这么快 哈哈 你家老二要嫁给下人 咱可是跟你说 这小子 浑身上下一百斤 有九十八斤全部都是反骨 还有剩下两斤是嘴硬 到时候成为亲家 有你好受的 哈哈 闺女 别对不住你啊 造孽呀这是 好了好了 天得别听你大哥乱说 下人是个优秀的孩子 否则你觉得帝儿会认他做大哥吗 真是几眼了都忘记想了是不是 崇拜 你不许乱说话 吓唬天德 下人这么优秀 将来说不定会成为彪儿的左右能臣 哪怕他不在朝廷上 怕的话 咱都得仔细考虑考虑 要是可以 咱还想着让他成为雄英的启蒙老师 是是是 妹子说的是 按照 大嫂对这个瞎人的评价如此之高 朱雄英得到的恩宠比太子殿下还要强大 他将来的老师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女婿 自古以来 能成为帝师的人 哪位不是活了两个七代以上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年轻人 天的 你也不是外人 咱今日就告诉你 如今大明国库之所以如此聪明 就是因为瞎人给的建议 让伤人入朝 还有白色的戏眼 以往咱们哪有福分吃这东西 最主要的就是你喜欢的硫磺藏 甚至让大明自明不害怕天花的牛豆 这些全部都是你将来的女婿一个人做出来的 这还不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就是个 你闭嘴 大嫂 这家伙真有那么厉害的本事 咱大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个人物 你想要知道 等明儿我让他来皇宫你就知道了 今天主要是咱们聚一聚 你跟虫八多九都没见面了 兄弟两人一起好好聊聊 就是 就是 天德 来咱们去吃肉 大哥请你吃肉喝酒 哈哈哈哈